在大家的眼里,她就是优雅的代表,更是不老的传说。 现在62岁的赵雅芝,还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女士呢? 赵雅芝凭借了几十年的演艺经历,在娱乐圈站稳了脚。 她在娱乐圈真的是一解合成青树。 1973年,在21岁的赵雅芝,就获得香港小姐第四名。 从此便踏入演艺圈。 她凭借美丽外形和精湛演技,迅速红遍大家山都说美人的感情,都不会一帆风顺。 赵雅芝也无奈陷入了这个不能解释的怪圈。 在20岁时,出入娱乐圈的赵雅芝,便嫁给了比她大十几岁的黄汉伟。 但这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,只维持了数年便宣告结束。 离婚后更因为两个儿子的抚养全闹到对部公堂。 赵雅芝当时她与丈夫感情破裂,但是为儿子一直在忍让。 那个时候她与郑少秋因戏生情。 当时郑少秋与沈殿霞已经结婚了。 而且沈殿霞爱得非常的强势,令爱自由的郑少秋感到压力。 这时赵雅芝的出现,让郑少秋怦然觉得心动。 虽然那时的她爱在心里可能开,但赵雅芝又怎会不知郑少秋的心意? 那时的赵雅芝,婚姻一走到尽头,可能郑少秋一时,难以下决心摆脱又沈殿霞并不幸福的婚姻。 如果那时候的郑少秋,可以痛下决心的话,一切可能会改写。 不过一切都只是,如果,最后疯一样的男子王景山,贡献了赵雅芝的芳芯,带她离开那段无必痛苦的婚姻。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二十多年,每每公共场合都是牵手亮相大秀恩爱, 堪称娱乐圈人人称赞的模范夫妻。 但是最令人感兴趣的是,周润发与赵雅芝的那段情。 两人结缘于上海滩,在这部戏大火之际,并无传出两人的绯闻。 一段时间后,据爆料两人来往密切,甚至有传闻两人有私生女,叫周喜。 这些事似是而非,唯有当事人清楚。 赵雅芝和两人丈夫所生的三个儿子如今都长大成人。 大儿子黄光宏和二儿子黄光宜是赵雅芝与前任丈夫黄汉美之子。 小儿子黄凯杰则是赵雅芝和黄锦身生育的。 人称三少的黄凯杰完全继承了枝节美丽的基因。 浓眉大眼颇为帅气有形,是圈内公认的最帅星二代。 如今赵雅芝在整个娱乐圈中,可也算是不老女神了。 六十三岁的她看起来依然还是那么的年轻漂亮。 她用自己影响了几代人的审美观。 赵雅芝一组星血珍中,身穿节外长裙,侧身依靠在莲花池旁边。 微黄的光晕,深蓝色的背景如夜晚的天空,犹如嫦娥仙子的日常生活,意境十足。 看到这样的赵雅芝,你会相信她已经六十二岁了吗? 不仅富白帽美气质一太好,颜值身段也是非常的好事。 一位妥妥的美女,看了赵雅芝的微博衫,发现原来她透露了这一个小秘诀,看来是跟她的美貌有关。 一致深,形如此咬,挑,我也是了十天,大腿小了一圈。 赵雅芝从香港红到台湾大陆东南亚,被大众誉为最具有中国美的妩媚女子。 她的一瓶一笑令人著迷,她是高贵优雅阶级的代名词,她是华人女明星中的奇葩。 但蓝色的宝屯链衣短裙,净显赵雅芝的优雅气质,在连衣裙中加入飘移设计,更具仙女般优雅气质。 结语,喜欢赵雅芝吗?